各位各位各位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分科測驗還是要稍微給他來衝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微積分的部分 他說假設 f of x 是 x 三方扣掉 x 他的所有切線當中通過 26 的直線 你應該講切線為何 老師這個有點難 各位同學我們就問一下 我們要求切線 他也是直線嘛 點斜式 所以我們就假設 那個點是誰呢 來我你 x 如果用 a 來帶 y 是不是 a 三方在扣掉 a 對不對 再來斜率呢 斜率的話呢 我們就取他的一階 導函數 對不對 他就是抽值嘛 然後降次減1 不是 a 啦 是 a 克斯 下不下 a 克斯 來所以我就要帶 a 所以來在 a 克斯等於 a 的時候的切線斜率 這個叫 3a 平方 平方減1 來各位同學 有點 有斜率 點斜式 來所以這個時候的切線方程式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出來囉 這個叫做 y 減掉 y 0 就 y 坐標嘛 會等於 斜率 對不對 3a 平方減1 這個叫做 x 減掉 a 四零 沒錯 這個就叫切線方程式 然後現在題目告訴你 還過 26 來又過 26 他一定會過 26 那你就給他帶進去囉 OK 所以 y 用 6 代 這是 6 減掉 a 三方 再加上 a 會等於 3a 的平方減1 來這個叫 2 減 a 來小朋友我們慢慢把它爆開 慢慢把它爆開 好不好 這個叫做負 a 三方 然後呢 加 a 加 6 來這裡爆開 這個叫 6a 的平方 減掉 3a 的三次方 來這裡是減 2 這裡是加 a 哇 你會發現這裡的加 a 這裡的加 a 是不是 瞎瞎 好來 所以 我們把 3a 三方丟過來 變成 2a 的三方 來這邊呢 減掉 6a 的平方 然後還有負荷就過來 這邊是加 8 會等於 0 好我們把 a 解出來 來這變成 a 三方 減掉 3a 再加 4 會等於 0 來各位同學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個高次方程式 我們來解題 這個很明顯很明顯 這個 a 可以用誰帶 這個 a 可以用 應該是可以用負一來帶 這個叫 a 加 1 對不對 來這邊橫式乘法 這個是 a 平方 沒錯嘛 這裡是再加 4 沒有一次項 沒有一次項 所以這裡是 4a 這裡要減 4a 會等於 0 好那我們就得到 來 a 加 1 這個叫 a 減 2 的平方 會等於 0 來所以 a 等於負一 或者是 2 來 a 等於負一的情況下 來 a 等於負一 所以這個點是誰 你 a 可死可以用負一來帶 負一三次方是負一嘛 對不對 負一加一是 0耶 然後那個斜率呢 會等於 3 減 1 是 2 所以來 y 減掉 y 零 會等於斜率 x 減掉 x 零 所以答案叫做 y 等於 2x 加 2 好 這是一條 來第二個第二個 那個 a 等於多少 2的情況下 那個點坐標是誰 這是 2 8減 26 26 喔原來這個就是 原來這個就是點喔 OK好 就是剛好這個點在 函數上面嘛 來斜率呢 斜率呢 然後看一下好 a 用二代 2 的平方 4 4 3 12 12 減 1 是 1 所以叫做 y 減掉 y 0 會等於斜率 x 減掉 x 0 所以來答案 y 會等於 11x 負 22 加 6 負 16 沒錯 所以答案就是兩組情形 好讓各位同學了解一下 這樣的題目到底該怎麼破解呢 OK好讓各位同學 仔細的了解一下 好那分科測驗 數假考前衝刺 下方的留言區 我們還是有在開放購買 好一樣 考試前多做一些題目 多聽點觀念 絕對對你有幫助喔 好我們的課程 就到這邊結束喔 想有一點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新章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喔 我是李翔 有問題我們來討論吧 拜拜